新版本主题玩法 龙月长城如何召唤神龙载卷 飞上海岛地图外面高空 大家看到我现在驾驶载卷 你们是不是感到非常惊讶 没错这就是龙石城3.0版本龙载卷 但是很多玩家跟我反馈说不知道刷新位置 因为在大家认知里面可能以为 他会在宝箱或者空头里面刷新 其实并不是的 他在地图中有两个固定刷新位置 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 我建议大家首选龙几山 因为在龙几山区域不能使用武器 所以不会落地成壳 然后我们只需要走到龙头 10秒钟进入动画 动画可以跳过或者结束后 会直接驾驶神龙飞翩 在上面我们还可以 边交拉动式角远键观看神龙 但是大家都发现了 在这上面驾驶神龙只能操作左右方向 并不能自己控制前进后退 这就和之前空头基地玩法飞机差不多 可以帮助我们进圈 第二个位置的话 在核心区域主楼里面 新版本过来的玩家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在主楼里面会固定刷新两个空头宝箱 还有一个探测器 使用后可以查看附近敌人位置 然后在他的楼顶上就可以召唤神龙 但是目前神龙的话并不是太完善 可能会导致空中不开伞 特别容易落地成壳 一定要小心 小红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到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